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断更一个月了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拍的菜地的一些视频 首先呢,我这边有很多的这个蔬菜 又可以开始收获了 最先呢,就是这个萝卜 萝卜我是种了四个品种的萝卜 在同一个这个种植床里 今年其实是试验一下 看看这个种植床的高度 是不是可以种萝卜 目前来看呢,这个种植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这种红萝卜长得还是蛮好的 我收了很多 然后那个绿萝卜呢,现在还比较小 就是那种水果萝卜 所以过段时间再去收获 这边呢,就是我收获的所有的这个萝卜 有一些就做菜吃了 那白色的这个萝卜呢 就把它做成了,晒干了之后做了咸菜 同时呢,还拉秧了辣椒 然后茄子,还有一些豆类 这个院子里面走进来呢也是 到处都是这个叶子 跟那个小木蟹放在一起 每次这个gardener来的时候 我会让它再稍微的帮我去吹一下 做一下清理 但是无奈这个后面你看这个森林树太多了 所以这个叶子就不停的这样的掉进来 所以感觉效果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这边的话呢,是我之前种的那个弯洞 现在都已经开始开花了 最近这个温度好像又开始暖化起来了 所以它们长得还可以 刚刚开始开花 应该过几天就可以开始结痂了吧 这个温度花还挺好看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撒的那个香菜的籽 这个香菜也是长得非常快 跟豆类种在一起 连肥都不用湿了 这个香菜的话呢就是每次吃火锅啊 或者是吃菜的时候需要的话 我就在这里就稍微拔一些 这下面有很多很多 下面这些全部都是香菜 然后这边也会有很多 看这边都跟豆子挤在一起了 这个香菜其实是非常好种的 冬天的时候 如果是吃火锅啊 或者是做汤的话 放一些都会挺好吃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刚移栽过来的雪里红 这边的这个 这边呢是我种的那个塔克菜 你看塔克菜这边 就是它之前是种西红柿的嘛 所以你看到这边就经常有西红柿苗 就在这里出来了 看这个西红柿 这就是西红柿的小苗 然后在这边有好多 这个地方 不是季节 长出来了也没有用 这边还有好多的西红柿苗 看这边 塔克菜的话可能再过两周三周的样子吧 就可以开始收了 这边的话呢 是我种的这个蚕豆 这个蚕豆的话 现在也刚刚开始开花 就最近这个豆类 基本上都处在冬季种的这个豆类 都处在这个开花的这个 这个时间段上 这个蚕豆花 特别特别的香 我在之前的那个视频里有跟大家介绍过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个蚕豆花就是特别特别的好闻 就比外面卖的那种 那种花啊 或者是那种香水之类的那种 花香味的香水都要好闻很多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蚕豆的这个花的味道的 现在下面呢 看这边地方长出来一些这些 侧枝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要剪掉的 我录完视频之后 今天就会找时间把它们剪掉 像这种很细弱的这种侧枝 也结不了几个豆子 还分散这个营养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留的 留的话只留这个主干的这个 就是长得最壮实的中间的这个 看这边现在全部都是蚕豆花 在这个附近走的时候 就能闻到这股香味 这边呢 就是我育苗雪里红的那个 这个Restabed 这个雪里红真的是出苗出的 太多太多了 这边全部都是雪里红的苗 我已经在好几个这个菜盆里面去移植了它了 这玩意儿就特别好种 基本上你也不需要给肥料 然后它就自己找 也没有什么病虫害 冬天的时候呢 又比较抗寒 所以呢 如果大家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该种什么绿叶菜的话 就种雪里红吧 这个吃不完的话呢 也可以去呃用来做那个呃用盐把它腌上或者把它呃用来做那个梅干菜之类的其实都可以 但凡是你可以用芥菜做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是可以用这个雪里红来做的 这些苗刚刚被我就是吹那个叶子吹的倒了 嗯 稍微浇进水它们就立起来了 我一会儿可能还是要找个嗯菜床再移植出去这些真的是太密了 这些感觉嗯可以给好多家去种植可以分给好多人 这边呢是我之前移植好的你看这边的雪里红给的这个间距是这样的 啊这些雪里红呢就是从那边那个大科的那个一大片的那个地方移植过来的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菜床的雪里红 这边的话呢这个萝卜我已经拔了好多了 现在还有嗯零星的这么几颗呆在里面等这几颗萝卜拔了之后 这个菜床也可以去帮那边分担一些压力 然后可以种一些这个雪里红在这边 看这个是青萝卜我现在就只剩下青萝卜还没有拔了 嗯那个红萝卜大部分都已经吃了 然后白萝卜的话呢我用来做那个腌萝卜了 现在这个地里大部分的都是这种绿萝卜 就是这种青萝卜也叫水果萝卜 过两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拔掉了 这边的话呢是芹菜 芹菜也可以开始慢慢吃了有一些比较粗的 啊然后整体上要把它拔掉的话 可能要再等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下雪了 如果没有下雪的话呢这地方我可以啊也移植过来一些雪里红 这边到处都是雪里红 看这个也是移植过来的雪里红 那个也是移植过来的雪里红 这个呢长得巨茂盛的是我的红菜苔 红菜苔已经吃过两次了 现在呢这边还是在不停的长菜苔出来 给大家看看这个菜苔长得特别好 这个在秋天的时候种植这个菜苔呢它长的是稍微慢一些 比这个春天的时候要可能还是慢很多的吧 但是它的品质就是吃上去的那个口感 在秋天的时候像这种菜苔要嫩很多很多 春天的时候如果你采摘的不是那么勤的话 一下子就会变老了 但是秋天的话呢这个就不会 这个里面的这个菜苔特别特别的好吃 而且每一个菜都是长得挺壮的 因为我这边会下很多雨嘛 所以它这个水分是非常粗糙的 看这里面每一颗菜苔就是长得都挺粗壮的 然后这边也是这边还有一个 看这个小椰子里面有菜苔开始出来了 等稍微再长高一些就可以采 其实现在也可以采 但是再长高一些的话可能会再好一些吧 这个菜苔就是秋天种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春天我也会再种的哈 就是不是说春天的就完全不能吃 只是秋天种的会更甜更好吃一些 这边呢是壁瓷 这个壁瓷也是长得还可以 我就很久没有管过它了 因为反正一直在下雨嘛 所以也没有给它施肥 也没有去管理它 今天稍微把里面的这些落叶稍微吹了一下 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虫害 病虫害之类的 这边呢是我之前种那个南瓜的地方 我已经把南瓜全部都拉秧了 把那些藤什么的全部都扔掉了 这边的那个叶子会等着下星期 让那个肝脏的过来清理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边呢是我种的蜗具 蜗具其实最近长得也还是挺好的 就是超级绿这样子 里面这些黄的这些东西都是树上掉的叶子 就全部都把它给埋进去了 这边呢是另外的一批红菜苔 你看这个红菜苔啊 在这个地方种的就不如在那个rested bed里面长得好 它这个就小小颗的一个 然后瘦瘦弱弱的 所以呢土壤深度对于红菜苔的这个生长还是挺关键的 这边长得不好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边的土壤的厚度非常的低 所以呢大部分的蔬菜在这边都不会长的 就是特别粗壮或者特别肥的那种 除非是那种浅根系的 像这个蜗具蜗笋之类的 它就是浅根系的蔬菜 白菜也是浅根系蔬菜 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 但是呢像这个红菜苔呀之类的 菜花绿菜花白菜花长得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明年的话呢 这个rested bed我已经跟gardener说了 我需要把它加高一倍 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的土壤深度 可以足够供给我的各种蔬菜的生长 这个是明年春季的一个plant 现在我们就不会再怎么动它 这边就是随手撒的一些白菜苗 现在也是长出来了 这个里面也是到处都是这个落叶 然后这些的话我就不见苗 不再移栽了 就让它这样随便野着长着吧 然后每次想要吃的时候 可以先来这边先搞一些小的吃 然后呢等到外面开始下雪的时候 然后再去吃这个大棚里的 其实大棚里的话长得比这的更大一些 但是下雪之后 估计这白菜就要整个被雪盖住 或者直接冻在地上了 这种像这种白菜的话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小白菜 其实已经可以拔掉了 就是当做建苗吧 拔掉一些 然后直接清炒就很好吃 我觉得白菜有很多很多 这边全部都是白菜苗 这边呢有两个小暖棚 这个完全不是为了保温而放在这里的 这个暖棚里放的是郁金香 我埋进去了80个种球 去年的时候呢 我把郁金香埋在了浅院的那个地底下 就是在草底下挖了一块地方 结果全部都被动物挖出来吃掉了 所以今年的话呢 我就种在这个菜地里开辟了一小块 然后种了80棵 然后呢我盖这个棚子主要是防止 像小松鼠啊或者小幻熊啊 去把它挖出来 这个棚子它们是进不去的 当然如果它一定要打洞进去的话 那也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我觉得它们轻易应该不会 就是这么麻烦的总是搞这种事情吧 所以在下雪之后我会把这个拿走 然后雪把那个下面的这个花的那个种子 给它埋住 然后就不需要再保护了 可以把这个菜 这个小greenhouse移到那边去 去保护一些其他的蔬菜 这个我只是刚刚就组装好 这个下面什么都没有 这个下面的话 我过几天可能会移植一些那个雪里红过来 然后现在还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它保护的 只是暂时放在这里 这边呢之前种的是芋头 已经全都拔了 然后这边也是移植的雪里红 我现在就到处都是雪里红 这个Razer bed是我今天一会儿就要清理了 这里面首先有两块葡萄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百香果的藤蔓在后面 这个百香果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用种子种的 所以它今年没有结果我也不是很surprise 明年的话呢我大概率不会再种了 因为我这边的夏季的确是比较短 然后就不足以供给它来这个开花结果之类的 所以呢我今年把它们就齐根剪掉 如果说明年它们的根还能发芽的话 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如果它们的根过了冬 然后明年自己发芽了 那也OK 它可以就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长着 那如果明年没有长出来的话呢 我应该也不会再去 就是想从种子种了 这边的话呢是 自己长出来的这个西红柿 看到吧 然后两颗西红柿 就到处都在冒西红柿出来 就是小动物偷了我的那个西红柿 然后就自己把它带到这里 然后吃掉了 这边的话呢 我会给这两颗葡萄 就是把它们再稍微买好一些 看周围好多杂草 这边也好就没有清理了 那边我自己种的葱 我会把它们就整个都收拾掉 这边还有几个rest the bed 是最近清空出来的 最近的活儿特别多 这个是那个胡萝卜 这边是前几天拔出来的 那个 它肉还没有来得及清理 然后这边也是寂寞的茴香 这个茴香已经超级老了 我也不太想吃了 这个茴香应该就是 直接把它们这样剪掉 看看明年它能不能长出来吧 或者就这样 看看它能不能结点种子 然后明年自己在这个盆里长出来 茴香这个东西 我是不太会把它种在这个地里的 这个东西我们家的需求量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会吃这个东西 所以呢不会大规模的种植 种在盆里还是挺好的 这边呢是我种的那个土豆 这个土豆是秋季的土豆 春天的那个我已经挖出来吃掉了 这个是秋季的土豆 现在长得超级粗壮 看这个 这个土豆等它上面的这个藤死掉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拔出来吃掉了 这边呢 还有几颗这个辣椒 这是那个盆栽的辣椒 之前的话没有来得及清理的 然后最近也可以把这些辣椒给它摘下来吃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蔬菜大棚里的状况 这边呢是铜蒿 铜蒿的话已经完全可以开始采收了 然后这两天周末吧 如果天气冷的话 我们可以吃餐火锅 然后消灭一些铜蒿 其实这些铜蒿种起来 对于我们家来讲已经特别多了 基本上也吃不完 这边呢是我中的蒜苗 今年这个下雪比往年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晚很多吧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下雪了 虽然这里前几天出现了晚上 就是零度的那个状况 已经开始结冰了 但是这两天突然间温度就上去了 然后温度一上去呢 我这个大棚里的这个东西就开始疯狂的涨 你看这个蒜苗就是一下子就冲起来了 我本来是想着让他们在这个暖棚里好好过个冬 然后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长出来的 结果就是非常的没有按照我这个预期的这个温度来 然后就一下子就长进来了 那边还有一颗西红柿 然后这个白菜也是 这个白菜就是温度一上来 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只要你给水它就涨得很快 我还指望着这个菜去包心呢 但是现在看来 如果不快点吃的话 我怕它都快开花截子了吧 这边是香菜 然后再往这边呢 是这个 青菜 然后再往这边又是大白菜 这白菜还是长得很好的 这是我很喜欢吃的那种天津白菜 今年是尝试了一个新的品种 它这一款就是那种叶子比较多 然后杆子比较少的那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个高度是特别高的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些油麦菜 这边也是种的一些塔科菜在这里 下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种植比较失败的根茎类蔬菜 首先呢就是这个羊姜 在年初的时候呢 我也拍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在网上查到说这个羊姜呢 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有益于人类这个身体健康的一种蔬菜 而且在北美这边呢 它本身就是原产于北美 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很好种 那我就在这个种植袋里面去种了几个这个羊姜 它的这个我是在网上直接买的那个快筋 然后过来种的 因为我在这边的超市还是没有见到这个东西的 我在两个种植袋里放了几块这个羊姜 在整个的生长过程中 我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做 我就是单纯的就把它埋进去了 等它长高了之后呢 我给了它几个杆子去做这个支撑 因为网传啊 说这个羊姜是非常好长的 你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获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 嗯 虽然它是有收获的 但是这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种植啊 你看这一大袋土里面 就这么小小的几块羊姜 我自己稍微总结了一下 就是种植失败的有可能的几个原因 这个当然 明年的话我还要再重新去尝试一下 嗯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是在种植袋里面 而不是种在了土地上 所以它其实它的生长范围是非常受限的 那种植羊姜呢 我觉得我应该给它一个更宽一点的这个种植袋 而不是更深 嗯 所以如果是宽的话 因为你看它这个结的时候跟马铃薯 其实不是很一样的 它这个羊姜是往 就是在这个近感的四周 是往四周长的 而不是往下长 所以呢 明年如果再在种植袋里种的话 我可能找一个比较浅的 或者干脆就在我那个一百加仑的 那种种植袋里种 说不定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收获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但凡是根茎类的东西 基本上对水分的需求都不会太高 就是说你不要给太多的水 尤其是羊姜 我看大家就是 其实我从来没有给羊姜浇过水 我也基本上不会管它 但是呢 就是我这边的雨水是非常多的 一周一次下大雨 这个是最少最少的了 基本上有的时候整个一周五天都在下雨 所以呢 可能是水分太足了 造成它 你看它上面这个杆子长得很高 但是下面的这个根系并没有长得很好 最后一个可能呢 大概就是缺乏营养了 那明年的话呢 我还是会给它去稍微加一些肥料 而不是让它这样自由的生长 另外一个我认为种植比较失败的呢 就是姜 这个姜的话 我就是在一个种植袋里面放了两块姜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 就是也是任其自由生长嘛 也没有给它浇水啊 或者是施肥什么的 完全就是靠天吃饭了 那这个姜的话呢 我觉得跟那个羊姜 它大体上的这个原因也差不多了 就是一个是水太多了 一个是可能没有任何肥料 那这个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埋得太深了 就是它这个姜种得太靠下了 所以它也是没有什么地方去供给它生长了 最后就长了这么几小块 上面压的这个土太重了 所以我这个姜是埋在了这个种植袋的靠下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上面三分之二完全都是土 我觉得它其实能发芽已经是很厉害了 所以你看这个姜的这个杆子超级长的 然后把它挖出来之后 原本的老姜还在 就是保存的好像很好的样子 然后新的那个姜总共只有三块 味道还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产量特别特别的低 所以在明年的时候呢 这个姜我也要尝试一下把它种到这个地里面去 就是Restabed里面 我之前的话还觉得我这个堆肥团买得太大了 然后看一下我这边的落叶 满满的都是满地都是落叶 然后下面是这个草坪 这些落叶在等着这个Gardener过来七米 然后我这个堆肥团买的已经是能够在市面上建造的最大的尺寸了 然后这里面已经堆满了叶子 稍微压一下的话可能能再放进去一点 但是这里面已经完完全全满了 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N多的叶子 在这个地方 这边的话呢温度比较低一些 所以这个堆肥我估计可能得有个一年多 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会好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